現在大家都在說 是不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他還有可能出來參選 因為現在看起來 郭台銘獨立參選的趨勢 是滿明確的 怎麼說 第一個就是他在金門發表的 金門協議之後 他再釋出短中長期的能源政策 這其實是每一個總統參選人 他們都會做的事情 第二個還有他最近都 頻頻的下鄉去拜會地方人士 並且爭取基層的結盟 或是支持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資深媒體人黃光琴 他就說了 他說郭台銘他堅定意志 要來參選這一場總統大選 其實黃光琴他是一個指標 因為最近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 郭台銘有很多的消息 都是透過黃光琴 來這邊釋放的 所以黃光琴他有相當程度 可以代表郭台銘的想法 只是如果郭台銘要參選的話 現在就會變成是斯卡布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對民進黨的賴清德 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現在如果賴清德 可以守住四成的綠營選票的話 剩下六成 原本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兩個人來分 如果郭台銘來選的話 現在就變成 這六成要三個人來分了 但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他們都有自己的基本盤 所以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保送賴清德 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應該是很頭痛 因為現在他的選情好不容易 現在是看獎的 如果郭台銘來選的話 對柯文哲他的衝擊 應該是相當的大的 另外最大的 應該就是影響到國民黨了 因為國民黨現在 如果是郭台銘來選之後 他們的選情當然是雪上加霜 對侯友宜來當選的話 是更是無望 更別說還想要當老三 可能連老三都沒有 所以現在如果郭台銘要來選 選後的話對國民黨來講 恐怕就是亡黨危機了 主播